接右侧圆短球 我们如果想搓的话 首先我们要知道 对方过来这个球是上旋还是下旋 它是右侧上还是右侧下 我们搓的这个手法啊 处理球都是不一样的 如何判断右侧圆发球 我拿这个逆旋短发球 动作去发 它就是右侧圆 球落台以后往中手拐的这个球 基本上都是右侧圆 右侧圆有上旋下旋 对不对 然后对方发过来这个球 大家看啊 如果它这个动作有明显的上提 就这样明显的往上去提 这球就是一个右侧上 包括我这个勾手 我从下往上 它都是一个侧上旋 一定要盯住对方的这个手 手指手腕发力的这个方向 拍行越立着这个球 它上旋就会越多 不管是我逆旋转逆旋转 我拍行要立点 才能摩擦着给球往上的这个上旋球 我拍行要平的话 相对来说下旋就比较多 它就不是一个上旋 所以你要看它这个球盘的这个角度 包括我们发勾手 勾手也是 我这个球盘越立着接球 接球这瞬间 我这个球盘是这样立着的 它上旋就多 但是如果你要看它那个动作 在接球这一瞬间 它是向下 球盘这样 它就是一个下旋 所以我们其实在判断这个球 接发球的时候啊 主要是要去盯对方接球的时候 这个板形 下旋球 我们要摩擦球的哪个部分 下旋球我们一般摩擦球的中下部 不管它用哪个旋转去发 不管它是用逆旋转啊 还用勾手下旋球的搓住球的中下部 这样就是一个下旋 上旋球的时候板形要立一点 摩擦球 向上摩擦 对方向上摩擦 板形立着的时候都是上旋 侧上旋 看 这就是一个侧上旋 然后勾手也是有板形比较立着 然后我去向上摩擦 这也是一个侧上旋